你们说还需要多少年 油车会被电车取代 对啊 我是亚车系列啊 今天咱们玩一个新鲜的啊 这车是龙心通用旗下的 好像跟无机还有点关系 因为real 5T 首先啊 咱们还是先来看外观 我发现现在的电动车或者电膜啊 做的都特别的科技感 不光是整体的这个流线性 甚至一些小细节的地方都做的特别的科技 包括这个启动啊 拿这个小磁卡一贴 仪表也是一个可出品的 丝滑度还不错 展示的信息非常的全面 字体非常的大 可观度也很好 甚至还有音乐的功能 正常我们这里是N档 我们只要捏一下刹车 哎 他就立马切换道行进的地档 哦对了 他还搭配了道档 这为了堆功能堆的真是煞费苦心啊 三种驾驶模式可选 按键也都是嵌入式的 直接按就可以 不过这个转向我觉得这么设计不好 因为你在行进路程中 你不能低头看 很容易找不到这两个按键 储物方面 由于没有了邮箱 这个作动格外的深 好啊 试驾感受 其实电车确实是有点新鲜啊 但你别说它虽然是个电车 但这是上黄牌重景的电膜啊 可以走机动车道 重量还可以 不是很沉 整体的感觉并不像一个电动车 像一个正儿八截模式车的状态 我们来听一下声 好 得说没有声了 好啊 其实聊 首先就是这个动力啊 它是应该叫动力吧 真的是有点猛 你别说这电车的前段 确实比油车的前段重 在城市道路中 超个小汽车那样轻轻松松 如果它这一点声音没有 我还真是不适应 超车的时候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我感觉所有的小汽车 都没有发现我的到来 骑行的三角还挺不错的 很舒适 不过这个避震是真的 我感觉我一直是 忽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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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不过有一点好的啊 兄弟们 咱们再也不用担心 共振区间了 无论你这个时速拧到多少啊 都没有共振区间 刹车的体感方面 我也觉得不太近人意 我觉得主要问题 也是它的这个避震 还有它的胎 车身稳定度也是相对偏差一些 灵活度的方面确实是个优势 本来车身就不重 加上它这个前段 比较有劲的输出 在街上穿梭起来 可以说是游刃有余 但是对于过弯压弯方面 我其实没太敢试 还是刚才那句话 车身车架反馈的 这个不稳定度太高了 让我心里没有底 总是一种轻飘飘的感觉 接下来咱们来聊聊 这个续航问题 咨询了一下车主啊 暴力模式驾驶下 也就只能骑个80出头 经济模式驾驶下 能骑个150左右 充电方面呢 两个小时能从零 充到80%的电量 诶对了 这儿忘了介绍了 它这个充电口在这个位置啊 然后给它怼进去 怼 你像我今天试驾 也就这么一小会儿的时间 这个电量已经下了10%了 这个问题很问题啊 哦对了对了 还有一个优点没有介绍 就是这辆车完全不烫 行了 我说那么多了 今儿都这么着吧